其實像比如說 他很成功的幫你把小孩生出來了 你送他來舞 這樣子是對的 對 但是其實大家的專注都錯了 你應該要認識的 和套好關係的不是醫生 其實是在診所裡面工作的那些人 對 因為像我朋友 就是我之前我們回加拿大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準備要上飛機之前 然後我老公就發現說 他的腳那個血管就是整個凸出來 然後他就非常不舒服 那其實他如果不去檢查 有一個症狀是那種 比如說他那個血管會堵住 然後整個人會出很大的問題 然後你知道因為我們沒有 已經沒有住在加拿大那麼久 然後他也是外國人的話 他就沒有那個 care card的東西 所以他一定要看得很貴 那不管是家庭醫生 還是walk-in clinic 你都一定要等 所以這就是所有的 我覺得大家的潛規則的地方 就是假設你認識 在哪一個診所裡面的那些護士 你就先跟他講說 嘿 我等一下什麼時間要進去 像我朋友就正好在一個診所裡面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要找哪個醫生 他說 什麼醫生都可以 重點是 你如果沒有認識我 我覺得你就會一直在那邊等 而且會等很久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真的就進去啦 也沒有辦法先打發預約 我們一走進去 一堆人在旁邊等 他們不知道等多久了 結果因為我朋友 是認識我們 他就馬上幫我們check in 就說好 你等一下 你就先坐著一下 我馬上叫你 就真的五分鐘之後就叫我們了 對 所以不是認識什麼醫生 所以他現在是在講他濫用特權的一個過程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浪漫醫生禁師服這個韓劇裡面的內容也差不多 你就在講特權是不是 對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嘛 對 然後就是有錢的話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對 對 他們是比較正義的醫生 現在韓國播不是已經就很夯了嗎 對 很夯 而且瘦視率已經超過20% 對 非常夯 對 其實不容易的事情 對 反正現在在東盛斗播啦 對 喜歡的朋友要按時收看 好的 那藥是拿來救人的 不是拿來浪費的 對 千萬不要擁有我們的醫療資源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謝謝